开十万块的破螺时 我没有想过今天会租进房车 35岁在大街上扫马路时 我没想过 59岁还能实现梦想 周有全国 在别人眼中羡慕的日子里 我在悄悄努力 在男人称开都难的帐篷里生活了两年 也经常在各大停车场 披心待悦地吃晚餐 因为没有散热人 必须自己蹲跑 在当下自媒体的时代 我也用旅行的便利 起上了直播的赛道 没有助播 凡是自己去做 我也越来越适应这样的旅渠生活 每年都来南方波暖冬 生命越是畏手畏畏 不敢迈步 枯萎得越快 所以我选择去改变 去玩 15个省份 200多个城市 去感受 和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一起 把酒言欢 畅所欲言 用脚步 丈量世界 用阅历 填补人生 这样的晚年生活 你喜欢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考虑